邱楚姬的意义 成吉思汗见到邱楚姬时 老先生75岁了 邱楚姬是道教全真派的领袖 这个道派是女真人统治下 中国北方汉族知识分子创立的 创始人王崇洋 王崇洋七个弟子中邱楚姬年龄最小 这会儿成为了老大 大金迁都开封那年 山东发生动乱 朝廷无法平定 只好请出邱楚姬进行安抚 结果邱楚姬一到 起义军就全部败道在地 如此号召力令人瞠目 因此成吉思汗在1219年 出兵讨伐花辣子摩时 就派出使者去见邱楚姬 在一封显然是汉人起草的书信中 大汉表达了自己真诚的仰慕之情 还特别提到周文王与江太公的 渭水同车 刘玄德对诸葛亮的茅庐三顾 最后大汉说 朕君物在身 有失远迎 不知先生能不能暂趋先步 前来见朕 很清楚 大汉的动机 首先是政治需求 书信送到来州 已是年底 南宋和大金也都在请邱楚姬出山 但是多次谢绝了宋和金的这位道长 没有片刻犹豫 就答应了成吉思汗 并且立即启程 这一走 就是两年 时间长的原因是绕道 绕道的原因是战争 古丝绸之路已经被隔断 邱楚姬只好先北上再西行 沿大兴安岭 进入今天的内蒙古 横穿蒙古高原 前往伊朗东部地区 最后于元太祖十七年四月五日 在阿姆河南岸 见到大汗 大汗热情周到的款待了邱楚姬 他说 道长不去开封 也不去杭州 却不远万里到这里来 朕真是非常高兴 邱楚姬说 这是天意 大汗没有去纠结 汉族人的皇天上帝 与蒙古人的永恒蓝天 有什么区别 在他看来 全真派的道长 首先是中原地区 法力无边的大萨满 因此他问 有长生不老之药吗 邱楚姬说 没有 大汗有些失望 但他喜欢真诚坦率的人 对自己生命的长短 也很在意 于是又问 有养生之道吗 邱楚姬说 有 大汗问是什么 邱楚姬说 清心寡欲 大汗说 没有药方啊 邱楚姬说 没有 大汗问 为什么没有 邱楚姬说 因为贫道不是小医生 是大医生 大汗问 大医生是干什么的 邱楚姬说 小医医病 大医医国 大汗问 那你有治国之策吗 邱楚姬说 有 大汗问是什么 邱楚姬说 敬天爱民 大汗说 镇居末北荒凉之地 敬奉永恒的蓝天 克勤克俭 以牧民之所依 死牧民之所食 是黎民如幼子 是将士如手足 身经百战 而无不身先士族 岂非敬天爱民 邱楚姬说 不够 大汗问 还要怎样 邱楚姬说 不试杀 大汗说 打仗哪有不杀人的 邱楚姬说 天道好生而误杀 轩辕皇帝 就是因为不试杀 才万寿无疆的 所以陛下要修行 必须牢记八个字 大汗问 哪八个字 邱楚姬说 外修阴德 内顾精神 大汗说 道长 真是神仙 邱楚姬说 陛下 才是天人 成吉思汗 非常高兴 以最高礼遇 对待神仙道长 更为难得的是 这位蛮横的射雕英雄 表现得极为宽容 邱楚姬出于宗教原因 谢绝宴会上 敬来的麻奶酒 大汗就换成 葡萄汁和西瓜汁 邱楚姬不忍心 看见阿富汗地区 血流成河 大汗就让他离开 示威土场的战场 到萨马尔汗 修身养性 据说 道长在那里 与穆斯林学者 过从甚密 交谈甚欢 手艺甚多 这是一段奇缘 邱楚姬 当然最后 还是回到了中原 但他和成吉思汗 不到一年的相处 却影响深远 没有证据表明 是先锋道古的 全真教主 改变了龙乡虎步的 蒙古大汗 然而此时的铁血魔王 却无疑周身流露出 高贵的气质 我们甚至很难设想 当成吉思汗 专注地倾听 邱楚姬 讲玄妙的哲学 并命令身边人 记录在案 以便今后阅览时 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要知道 此君可是目不实钉 就连蒙古文都不认识 更不用说汉字了 奇怪吗 不奇怪 实际上人性是很复杂的 从来就有两面性 攻打花辣子 某某成事时 大汗非常疼爱的一个孙子 不幸阵亡 老爷子下令 对那孩子的父亲 查和台封锁消息 却在跟三个儿子 一起吃饭时 发起脾气来 大骂他们 不遵复命 不听指挥 查和台吓坏了 跪下来发誓 不敢违背 傅韩命令 老爷子问 此话当真 查和台说 倘若食言 情愿临死 老爷子说 那我告诉你 你儿子死了 不准哭 查和台文言 如舞雷轰顶 他强忍泪水 吃完饭 然后走出大营 冲到荒郊野外 嚎啕大哭 五脏六腑 都快吐出来了 这件事 对成吉思汗 肯定有影响 据说 当时他亲自参加了 为孙子复仇的战斗 连头盔都不肯戴 他还下令 城珀之石 大开杀戒 所有活物 无论人畜 都要斩尽杀绝 而且从今往后 任何人都不得在这该死的城市居住 我们不知道 狂怒之后 承接思汗有没有想过 夺去他孙子生命的 究竟是那该死的城市 还是这该死的战争 他难道依然认为 屠杀是必要的 和正确的 难道他不明白 如此愁愁相报 恶性循环 他的家族 将付出更多血的代价 也许想过 也许没有 但至少应该有过一闪念 否则邱楚基在大讲 上天有好生之得时 他就不会听进去 何况 劝谴成吉思汗的 并非只有邱楚基 许多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人 都会这么做 比如 耶律楚财 耶律楚财 本是契丹王族 金人灭辽之后 他们全家在金庭做官 进中都沦陷 他又作为战败国官员 被带到成吉思汗的 避暑地 听平发落 然而大汗却对着年轻人 表现出慈父般的厚爱 他说 你是契丹 跟女真有什么仇 我替你报 耶律楚财说 没有仇 成吉思汗问 为什么 耶律楚财说 祖孙三代都是金臣 岂敢仇君 大汗十分嘉许地 把这个契丹公子 留在了身边 耶律楚财 则在传说中 成为神秘人物 征伐花辣子摩那年 时值六月 而天降大雪 耶律楚财说 阴寒之气 渐于盛下 这是克敌至盛的征兆 第二年冬 雷声大作 耶律楚财又说 花辣子摩国王将死 这些预言 都得到了验证 大汗对他更加信任 又一次 军营附近 发现一只异兽 耶律楚财说 他的名字叫陆端 好生勿杀 这就是天降降瑞于陛下了 陛下是天之骄子 天下人都是陛下子民 愿陛下顺成天意 保全万民的性命 据说成吉思汗听了这话 居然下令撤军 此事虽然在于正史 却未必可靠 但耶律楚财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 做好事 并向成吉思汗 灌输华夏文明的 人道主义主张 则很有可能 在这方面 他和邱楚姬 没有两样 可惜 这只是杯水车薪 杀戮 仍将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